都是有欲的 有无欲的 这叫属于有为法 有为法 这是造作义 有为的是造作义 什么叫无为法 有为是对着无为说的 何等为无为法 虚空 灭盘 树源灭 飞树渊灭 源起法行中 作呢 有所作 作者就是生灭含义 有作就有生灭 虚空没有作呀 涅槃也没有作呀 树源灭 树源灭就是 无作无为 因为缘起 而起的 树源灭 非树源灭 没有缘起作法 也没有树源灭 也没有无树源灭 所以说 无为就是无作 虚空不是做的 灭盘不是做的 因为很多 缘起作法 缘灭过 一切缘灭 在寂灭从虚 没有做 无为 无所得 就无为 不作树 不是树源 不是一缘两缘 不作树工 为什么不作树 不作树工 一切障碍物 所不能在 就是树源灭 非树源灭 因为不是这个所显现的 像这样 假设性吧 假设性的 说是 好几个源 使它灭的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就这个 法性来解释 不是树源灭 说是非树源灭 不是一个因缘 不是一个缘起 能把它灭 经过好几个因缘 是灭的 它不属于这个 就不多树 就是不多树 不是树源 也不是非树源 在灭盘的解释很多 就刮说涅槃这个名字 那涅槃我们就通说吧 叫这个不生不灭 但是有性经涅槃 有非性经涅槃 以智慧为源 灾灭无为 灾灭无为就是没有住户 它是刮显灭离 这叫非树源灭 是以智慧为源 智慧不属于树 也不属于源起 因此这个智慧 就是说明 解释这个涅槃的 以智慧来显灭的道理 就是这种解释很多的 但是那个 在玄奏法师 它把它意为 不六种无为吗 这叫灾灭无为 灾头的力量所得的灭 就叫灾灭 一个是理性的 一个是从显现的 说理性的 又不是树源 又不是非树源 解释这个灭的含义 解释灭的含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性体本身 性是寂灭的 性的本身是清净的 这个叫灾盘 因清净的性 也没有什么生灭 也没什么没生灭 那么树源 非树源 这个树字呢 就把它解成灾吧 就是灾 由灾 而给这个灭呀 作为源 那为什么意思呢 会能灭这个祸 会把灭祸了 这样子就是 非树灭 这理本来是在显 会只能显理 也没有树子可言 不是一个会 两个会 三个会 五个会 不是这个 这个树子 是为的会的树 说假会为源 来 因为这个一会 灭这个祸 灭那个祸 为生死祸 灭生祸 那不是只是一个会 不是有很多的会 就是会能显理 显理 显那个不生不灭的理 诸法云原胜 我说即是空 那就是 源起诸法 本身就是空的 有啥呢 无字性过 一元起过 这就叫 法性柱 法性柱 把柱子提到前头 就是柱在法性上 原起柱法很短 咱们平常学的是 十二一元法 十二一元法 这叫元起的 十二一元是元起的 它里头还有个含义 还有个不元起的 不元起的呢 就是无为 元起的呢 是有为 有为 有为的生灭法 无为的 就是不生灭法 如果让过去 现在未来 是三世流转 这是有为的 有为的 本来没有三世 那就是无为的 三世法不利 不利 一些法性 常入是 常定的 是无为 元起住法 无自性 元起住法 无自性 还有什么有为 无为啊 也叫无为 有无为的意思 这叫大品 不如我时候 讲的十二一元经 虚空 不是有数字的 所以叫虚空 不可尽 灭盘经理讲 十二一元 十二一元是一只佛性 一只佛性而起的 十二元 说五月十六处 十八戒 一切住法 他是一真而起的 一只真如而起的 一只而起的 所以把他们都叫成真如 真书 常住不愿 一真而起 那还不得叫成真如 父生的儿子 那还叫他 跟他父亲 是同一个主的 是这样来解释的 这是又一种责事 这是随缘意 但是要他不便意 不便意 真永远不便意 忘于真起 一忘显真 那也没有忘了 忘即是真 那又深入了 那是原调的大乘意了 不是用数字 有证有减有益的 一切住法 微信所变 以这法性 假设是一切法 这就叫有 随意真如 一法不利 这叫真 真书二提 书不离真 书能显真 书即是真 书即是真 那书法就没有了 因为一切入法是无相的 但是 非正方之 不是正德的 你不能了解 无相义得靠正德义 正义 才能无相啊 说像我们一些众生 有祸 有贪承词慢 有祸 有祸才有一些像 说祸没有了 祸尽了 祸尽了就是法性 就是无相义 就是心不辩论 性 本身就是情境的 但是说他随缘 随缘而不辩 随缘不辩议 这都是显这个 法性 就是真如 法性的真如 就连这个法性 真如真如法性 也是假设的 也是假设的 因为要对着 说有说无 知有知无 说空说有 说实 说真如 说一切诸法 为了利益纵神过 所说这些个 名词 法相 当然有言说 独无实义 凡是说出来 说真如 说真如 不是真如 为正方知 你那契合了 契合了 能入理了 也能值得了 另外下子 还有个六计法 六计法 六计法就是 就是这么招了的 耐国 耐是因 而产生的国 能招耐国的 或招非耐国的 是什么 那就叫 有计法 有计法 无计法 四圣地法 四沙门国 四地 四五为 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意诸 五根 五律 七谱 提分 八正道分 这是一切法相都说的 为什么呢 为照显真性的实体 显佛的一些字 这些个法相啊 其实它的目的 是显性的 显性的 假设这么多法 说 佛是一些字 佛是一切都能了住 了知 注意这一些法上 所以叫一切字 叫一切字 这些个 有计法都标些什么 何谓有计法 有计法是总说了 四圣地啊 四沙门国啊 四辩啊 四无所谓啊 四念处啊 四正秦啊 四神主啊 五根 五律 七谱 八正道 这都是具体一些个散法 这些个法呢 顺利 拿这些法来显真如 这些法都不是真如 他所显现的 不愿怎么显真如呢 这个咱们在前头 范恒平呢 廖说 四沙门国 四沙门国 四中沙门国 四辩九地三十七品 完了 前头的范恒平 讲清净 就清净这些法 这个 在这个各个名相 学各个经论 都学过了 都学过了 他这没有做详细解释 大体就举这个 这也叫什么呢 有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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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解释说 能招的奈 和非奈的国 这叫有计 想着有计的意思 什么叫有计啊 就是他能招来的奈 非奈的国 我们平常说 变这个计呢 有计法呢 就是善和乐 就两种就可以了 他这点详细给你 把这个所有的圣教的名词 都给你列上了 这些个法 大家法性上的 查那法相上的 咱们都常讲过了 一个一个名词不做解释了 这些名词啊 不做解释了啊 如果说 我们在这解释这些名词 那就很多了 不是短时间能讲 在华安经引证时候 就说 行菩萨道的 是行菩萨 行菩威菩萨 他要给众生 度众生 要说这些法 遇到什么 去说什么法 不是一上来 就说华言 是这个含义啊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消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 华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大悲观音道场传授 传授八观灾界 暨大悲灿法会 宫庆广护仿师组法 日期7月19日星期二 时间8点半开始 地点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乐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医共慕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法医规定 兴逢教肖乐 吉祥乐 慈悲智业台南分会 恭送地藏十轮经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医共慕福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共慕福恩 现场无法一排位 请上网登记 为往生49日内的王者回向 航kus 未经许 18半 正许万19...... 民生之内许万19 斐元 男人 祝各位道友吉祥 高吻 今天要跟大家讲讲什么呢 了生死 我们父子所达到的目的 大家的目的都是想了生死 生死怎么了 因为佛跟我们说 无量节来 我们在这个六道轮转 经过无量的苦难 那么现在这一生 得到人生了 这是极难极难的 就是说人生难得 你得到人生了 你要不要轻轻地把它放过去 再得人生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佛说得人生了 我们一切得人生了 闻佛法呢 并不是做了人都能听到佛所说的法 乃至于生的佛事 那个佛道就大了 现在我没有 我生的是末法事件 末法事件呢 就说这法已经将要灭了 所以叫末法 对 人生难得不得到了 佛法难闻 虽然是在末法 我们也闻到了 闻到了 不等于你就了了 佛法呢 简单说 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都没有觉悟 也没有明白 所以说 你要能达到觉悟明白 你现在就知道了 要聊生死 这来生死死生 无量节来轮转的时间太长了 那怎么样聊法呢 佛说了很多的经 叫他们聊生死方法 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呢 你从哪一法门都可能聊生死 但是哪一法要跟你有缘呢 那你读过佛经 你最喜欢的 那就是你过去所学过的 这八万四千法门大提说 你学定啊 学会啊 读送大成啊 那现在最方便的是念佛法门呢 你从中选择一门 选择的时候 你敢叫他跟你接近 你要过去有许席 什么叫许席呢 就是你过生学过 今生你遇到了非常喜欢 一学就进入 那你就一直在发疗生死吧 学定 学会 乃至于读送大成都可以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 最方便的是念佛 念佛 但是我们一般的啊 我们的道友 接近的念佛的人 很多很多 口念 心不念 或者是念的时候 不是心里做惯想 要惯念 要惯 惯就是想 想 不论你学在八万四千万哪一法文 但这有个前提啊 什么前提呢 生死心欠 不要了生死 你生死心不欠 你不为生死 什么 古来的人 每见他人死 我心若若火 听到别人死了 自己赶紧很着急 为什么 不是惯他人 看看罗文道我 但是你怎么样的能够 所谓的了生死 就是不生不死 那才叫了生死 不生死 不生不死 不是说你这个幼体 永远存在 不是这个含义啊 说你的心 不是那个幼体 你这个幼体是物质 不是真常的 但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生灭当中 我们有个不生灭的 这个不生灭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 你念个阿弥陀佛 在第一步啊 生灭当中 生灭了生死了 不带这个世界轮转 是难定的 这也就是方便散巧的意思 但是我们第一步 一定要先把这个幼神的第一步的生死了 就是聊生死 这个聊生死呢 分断生死 那还是念阿弥陀佛 先聊了分断生死 因为他能够顺不继续相续 如果你没这个本事 没这个智慧 那你听好 念念阿弥陀佛 独具法 那你一众上的大愿 等我到极乐寺就再回来 啊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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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